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真正了解皇宫馆的人都知道,家里的真正的主人是一个女人,名叫林贵生,林贵生1877年出生于苏州,年轻的时候貌美如花,早年林贵生来到上海大拼,被黄金荣看中,在经过疯狂的追求之后,林贵生下嫁给了黄金荣,当时的黄金荣还只是一个小乳块, 后来黄金荣在林贵生的帮助下,事业做得也来越大,成为了上海贪大人,而林贵生也成为了上海头号女流氓,杜月生从高桥镇来到上海开始,一无所有,甚至连吃饭都问题, 后来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,进入了黄公馆工作,出来乍到的杜月生做事十分谨慎,他言语不多,很会察言观色,为人又比较勤快,很快和黄公馆人员熟悉,聊起来, 但杜月生也知道,要享有出头之日,必须受到黄金荣和林贵生的重视,尤其是林贵生,终于,杜月生的机会来了, 有一次黄金荣带着手下出去办事,家中只有林贵生和几个打杂的,突然有人来吧,自家的沿途被别人抢了,林贵生很着急, 可是此时身边又没有别人,杜月生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,于是便主动请允,要去抢回烟土, 林贵生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杜月生,可是身边又没有可用之人,只能由他试一试, 杜月生没有让林贵生失误,他单枪匹马,一个人拿着一把枪,就将烟土抢了回来,林贵生从此对他另眼相看, 在以后的日子里,杜月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慢慢的成为了黄金荣和林贵生的亲信, 转眼间杜月生二十八岁的,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,他的心中也有了仙上人, 此女名叫沈月英,也是一位苏州姑娘,她容颜轻利,秀发如云,杜月生被他迷得魂,不守舍, 林贵生在得知情况后,十分高兴,并让黄金荣做美,亲自上门提亲, 在得知杜月生朗中羞涩,没钱操办婚事时,林贵生一口气全包了下来, 更为重要的是,林贵生还让黄金荣播出一个赌台给杜月生, 好让杜月生自立门火,因为黄金荣一共就几个赌台, 而且每个赌台都日进抖金,黄金荣还有些不舍的, 还是林贵生多次劝说,才同意给杜月生,杜月生正是靠着在赌台的历练, 才一步步成为了上海贪亲帮大佬,可以说没有林贵生, 就不会有以后杜月生的辉煌,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,杜月生举家搬到了香港, 临行前他最后一次看望了年迈的林贵生, 此时的林贵生已经和黄金荣离婚, 独自一人生活,他见杜月生来看望, 十分欣慰,建国后,林贵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, 1981年这位曾经的上海喉号女流氓在孤独中去世, 享年104岁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